今次總統大選 公共安全是其中一個重要的議題 副總統何錦麗在2014年 擔任加州司法部長期間 加州通過47號提案 將950元或以下的導線案列為輕罪處理 有共和黨人因此認為何錦麗 對於47號提案通過之後 所造成的罪案增加是有不可退卸的責任 民主黨人就認為何錦麗 是考慮到長遠的防罪策略 究竟何錦麗當年在47號提案中 擔當什麼角色呢 黃銀光和大家報導 2014年加州選民以接近六成贊成票 通過47號提案 將幾項不涉及暴力的財物罪案 如果金額不超過950元的話 列為輕罪處理 刑罰主要是罰款和監守行為 有前科的罪犯如果再犯 金額只要不超過950元 仍然以輕罪處理 在當時大家予想想的時候 我們整個加州的那些囚犯 在監獄裡面是所謂英文叫overcrowding 即是太多了 甚至是沒辦法 整個加州其實是赤字很深的 而不能夠再負擔到這個監獄的制度 也是因為這樣的時候 那怎樣能夠長遠地去想一下 可以幫助這些人去改善呢 和可以改變他們的人生 這個是長遠性的解決方法 不過也都有政界人士大肆評擊 當年作為州司法部長的何錦麗 並沒有公開支持或反對47號提案 但他領導的司法部 負責讚寫提案的標題和100個字的簡介 而標題是 刑事判罰 輕罪刑罰 倡議法令 提案支持者也稱之為安全倫理及學校法令 簡介裡面提到 將某一些藏毒罪行列為輕罪 不超過950元的盜竊 接受賊贓 偽造或開空投資票等罪行 亦都列為輕罪 准許對強姦 謀殺以及非禮兒童罪犯判處重罪刑期 而已接受嚴重罪行服刑的人士 法庭需要重新判刑 除非罪犯對社區構成不合理的危險 另外47號提案簡介也提到將所省到的錢用在中小學 以及精神健康服務 推行戒毒計劃及幫助罪案受害人 今年加州11月選舉 選民將會表決36號提案 修改部分47號提案的內容 包括容許加重藏毒及盜竊的刑罰 以盜竊為例 如果罪犯有兩次前科 而第三次盜竊金額少於950元 亦都可以列為重罪處理及判刑 26台記者黃欣光報道